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馬子慈悲 大家好 有網路的朋友問說 可以拿學生的藝配到廟裡面去過爐嗎 學生自己帶的藝配或是買的藝配 然後去廟裡面過爐 當然可以 神都是慈悲的 可是君的建議是這樣子 你首先要去註冊一下 你拿來的藝配上面沒有馬祖的一個符話 也沒有馬祖的一個火火針那個針是哪個廟的 那個神物 哪個神所賦予的 所以這個藝配都沒有寫師火火針 你知道藝配好像有靈性可以保護身體 你要去給神加持 你首先要去註冊一下 也就是說你先拿著藝配跟馬祖 這個神明祷告 我希望馬祖透過這藝配 我帶在聖上 能來保護我 所以你要先把個杯 它可不可以 如果說它可以的話 你才去過爐 我們帶起來 我們才真正有註冊 有派鞭給你 有真正的能量給你 或者它還是具有藝配的能量 你要過個爐 加持一下能量 就是心理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要有神明 要有神明的法 要有神明的針 那這個神物 這個香火是來自於火火針 也就是說是哪一個 比如說曹天公的香火 那就是曹天公的馬祖 那裡面有花 它裡面有符畫的 那有折一個八卦 再放在一個香火裡面的 那我們的項鍊 有畫著馬祖的迦娃虎 這馬祖幾百年來 存下來迦娃虎的花 可以保護 然後我們再過爐 過這個北港的一個爐 那我們就皈依北港朝天公 戴著一個項鍊 一看 這北港朝天公 這個爭團 這個團體 皈依這個團體 所以火火針 堅祭輩 那義配 就沒有顯示是哪一個神 那裡面沒有符 只是說義配它本身有一點靈性 然後是哪一個爭 來傳這個火的 所以沒有火火針 它的力量就會 會問解的就會比較薄弱 當然你如果相信你的練力很強 它很強 這個義配 它就有練力 我們的練力 就可以有靈性來保護我們 它的義配 它也會產生一樣 可是我們來修道 來請神 拉我們一把 就是我們要皈依 所以拿著義配 到廟裡面吃一下過爐 你就先註冊一下 先皈依一下 先跟馬祖祷告 拔這杯 我用個義配來代替 你的華 你的香火 可不可以 那馬祖 可以 三杯 那我們就過個爐 那就真的爐華 那我們也知道 這在哪裡廟過爐的 我們就過於這個廟 過於這個神 這裡邊的兵將 會來什麼樣 保護我們 這是君的看法 供各位參考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祠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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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